欢迎收听快川之 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第八百七十七集 秦山灵气充裕 山上灵禽自然也比一般地方的有灵性 相对应的 营养价值高 肉质肥美 南巡觉得每天一只鸡 保准小明儿长得白白胖胖的 至于剩下的一只鸡 那是南巡给自己准备的 为了维持着白莲仙子的人设 他已经忍了好久没有吃东西 想想就心酸 今天他就要开吃大吃特吃 小明儿 想吃烤鸡还是喝鸡汤 不等血鸣决定 南巡便诱导 喝鸡汤吧 师傅有好东西给你 听师傅的 南巡五心 他觉得高冷小黑丸这几天越来越贴心了 乖蒙起来的小黑丸杀伤力真特么大 南巡从储物戒指里翻出一个药顶 直接手撕山鸡丢进去添满水 又寻来一个打火石开始熬鸡汤 小明儿特乖 不想南巡吩咐就已经准备好了木柴 一大一小回坐在顶边家柴添火 气氛出奇地和谐 南巡闻着那越来越香的鸡汤味 口水直咽 倒是血明十分淡定地看着那鸡汤 看着鸡汤的神情 还没有看着南巡的表情多 等鸡汤熬好了 南巡取出了一个瓷瓶 往里面倒了整整一瓶的宁气丹 此为宁气丹 有助于你聚气修炼 血明安静地看着他倒丹 闻言只是恩利一声 表情平静地 好像是南巡往里面倒毒药 他也不怕 南巡倒个丹药 也不忘讲道理 师父还有很多丹药 以后都是你和小萌的 不过修行一事 还需自己多努力 丹药只是辅助 修针界有很多用丹药堆砌出来的高进界修饰 听着好听 却是个花架子 真要对决 怕是还比不过比他等级低的修饰 见差不多了 南巡捞出了一个鸡大腿 吹冷一些后 才递到了小明儿嘴边 来 小明儿 小心些吃有些烫哦 下次师父给你做烤鸡 血明接过鸡大腿 却没有马上吃 等南巡也找出一只鸡大腿 两个人才面对着面 一块啃了起来 南巡直接上手啃 啃的姿态虽也优雅 但这副样子若是被秦山种弟子看到了 怕是会惊掉下巴 修氏多淡化七情六欲 特别是这口腹之欲 如血明这样的孩童 进入修针界不久就算了 可南巡是元英七大能 到了他这种境界 七情六欲已经十分淡薄 其他欲望还罢 一般人绝对不会再贪图口腹之欲 啃着啃着 南巡突然扑扑直笑 血明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也心情好地跟着弯了弯小嘴 师父 以后我每天都能跟师父一块吃饭吗 当然可以啊 等小蒙闭关出来了 我们就师徒三儿一块吃 血明听到这话 纯盼的笑意淡了些 但不知想起何事 他又重新笑了起来 只是那笑容在小巴看来渗得慌 妖小蒙这一闭关 就是足足一个月 顺利地与天地灵气沟通 进入了炼气期 作为嘉奖 南巡送了小蒙一瓶宁气丹 妖小蒙得意地看了血明一眼 血明面无表情 他这一个月 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瓶宁气丹了 南巡日常做临擒大餐 这次把妖小蒙也一并叫来 妖小蒙明明馋得直咽口水 却跑不掉了 坚决不吃 我不要再变胖了 师父坏蛋 小黑坏蛋 唉 小明儿 你师姐意志坚定啊 小小年纪便能戒掉口腹之欲 难怪一个月就能进入炼气期了 唉 师父还不如你师姐呀 南巡假模假样地叹气 小明儿连忙安慰他 师父在我心里是最好的 是他本辜负了师父一番心意 南巡戳他小脸 补了一个月了 怎么还是这么瘦啊 等那个肉堆瘦下来 我再碰 师父日日为我的事情操劳 我是不是当个师父的修炼了 唉 没有的事 以前师父的确经常闭关 但是有些时候呢 一直闭关也没什么用处 师父滞留在园婴后期 已经有百年了 就算师父一直不晋升 在徒儿心里也是最厉害的 南巡笑弯了眼 小明儿如此懂事 师父心里晕天 他突然站起来 声音一扬 心情颇好地问道 啊 在青竹风闷了一个多月了 小明儿可想去外面看看 薛明矜持地点点头 主动拉住了他的手 然而 当南巡要带着妖小萌 一块出去的时候 薛明的好心情没了 还是有多人 熟料柳暗花明又一村 妖小萌竟在这个时候 又闭关了 南巡浮鹅嘀咕道 小家伙怎么比我还喜欢闭关 薛明十分懂事 主动道 不如等师姐出关后 我们再一起去吧 那表情 要多真诚就有多真诚 南巡听到这话 本来还担心 小萌知道后会不会伤心 可小明儿如此懂事 叫他不忍心说不去 虽然还是板着一张小脸 但眼里明显写满了期待 无妨 以后我再带小萌出去就是 南巡照出残影剑 抱着小明儿出门了 只带了一个碗 南巡轻松许多 薛明自然占据了他怀里的位置 小小的人儿趴在女子怀里 短胳膊搂着女子白玉般的脖子 小脸背对着女子 薄唇清明 表情严肃 只是那薄唇抿着抿着 就挽起了一个弧度 眼见着白莲仙子 离开秦山 秦山众弟子大呼不妙 他妈的 到底是哪个白痴泄露了消息 昆云陆世函 今儿个要跟那女修 缔结道理 昆云极其重视这个天才弟子 趁此机会 宴请了修真戒 不少大人物 此事闹得轰轰烈烈的 秦山众弟子无不知晓 唯独将白莲仙子 蒙在了谷中 白莲仙子莫不是得到消息 要去大闹昆云了 快 大事不妙 快去禀告掌门 一人大呼 南巡怀里虽然抱了个玩 但遇见飞行的速度快 在秦山弟子们看来 不过就是一道白影 从头顶掠过 压根没看到 他怀里的小玩 弟子们去禀告掌门的时候 掌门正同掌老议事 什么 洛水去昆云了 掌门一惊 诧异多于担忧 洛水素来寡言喜敬 不是个爱凑热闹的人 哪怕陆世函 哪怕陆世函辜负了他的心意 他也只会将一强 酸色苦闷藏在心底 如今进去闯昆云了 我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去闯上 我去闯上